他仅凭一首秦曲就赢得了百万钱财 仅用一首慈奉就从此流芳千古 司马相儒的好运气 普通人羡慕都羡慕不来 作为汉武帝眼前的红人 人们对司马相儒的印象 不外乎上林妇和当炉卖酒这两大器官 但其实比起文学大家的这个美誉 用立功无数的南疆大使来形容他更为贴切 司马相儒在周边往来上做出的恭敬 完全不逊色于凿空西域的张谦 那么为什么千年以后 人们唯独只记得司马相儒的感情史呢 元光五年 已成狼冠的司马相儒重返首帝 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故乡 但这次回来 司马相儒的心境有了明显的变化 七国之乱后 他审时夺氏投奔梁孝王 写下子徐赋这样的名片 心甘情愿背上了叛徒的骂名 本以为至此就能安稳度日 可几年后梁孝王身死 司马相儒不得不再次遮返成都 幸运的是 在返回成都后不久 喜爱慈父的汉武帝 便因子徐赋召见了司马相儒 他再次即逝而起 成了皇帝面前的红人 因为处世元华 不失分寸 在写下一篇 告巴蜀太守的习文后 司马相儒彻底打开了自己的从事之路 而处理西南疑 则成为了司马相儒开拓南疆的又一大功绩 西南疑是连同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往来交流的交通要导 此前曾遭少数民族强烈抵制 汉武帝拓张政治版图的愿望 也再次中断 为了能解开皇帝心结 出任中郎将后 司马相儒自请出使西南疑 他采取怀柔政策 一边筹措财务 一边笼弱人心 最终打通了这条经济要导 可以说有着亚洲天堂走廊之称的茶马古道 能顺利开运 西南疑的灵关道功不可没 照理来说 能做出这样的功绩 司马相儒理应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然而时至今日 在提起司马相儒时 人们最常想到的 还是他与卓文君的爱恨情仇 作为同样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青男女 司马相儒与卓文君的感情史 流传千年并不足为奇 但要说起为什么 他的感情史能压过他的个人功绩 就不得不提起卓文君在这段感情中所做出的贡献 在遇到卓文君之前 司马相儒只不过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 两个人的相爱 完全是司马相儒用计谋与一首秦曲换来的 为了成全司马相儒的求是梦 卓文君不惜与家庭决裂 放弃千金小姐的身份去当如卖酒 这才使得全心全意进行文学创作的司马相儒 被汉武帝看中 最终一跃成为了狼官 也正是因此 卓文君成为了司马相儒 仕途顺利的首个关键要素 而在其后 卓文君也凭借自己的失学记忆 给这段爱情传奇 来了个传颂千古的浪漫主角 在司马相儒志得意满 准备再度纳窃时 卓文君悲痛万分 写下白头饮 诀别书等千古名章 在痛斥司马相儒使乱中气之语 完成了封建时期 女子对男子的情感反击 卓文君的回怼 在那个复卫七纲的古代王朝 有着超乎寻常的先锋力量 这也给他和司马相儒的浪漫爱情 加入了清醒克制的调味剂 相比于其他名人爱情 因为卓文君的大胆付出 与果断理智 司马相儒避开了文人默刻 时常沦陷的温柔乡 在赢得皇帝青睐的同时 稳扎稳打 完成了自己试图的冲击进程 他的成功离不开 卓文君的协助与督促 不可否认 这样势均力敌的古代爱情 才是司马相儒求是成功的基石 因而超越了他个人的功绩 背后是传唱千年 感谢收看我和百度百家号 百度百科共创的精品栏目 千古风流人物 欢迎百度搜索司马相儒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苗东百科 硬核科普